去年工作时被堆高鸡压伤 周先生下半身瘫痪 治疗后返家休养 长期卧床影响伤口愈合 每当身体不适 他总是尽量忍耐 爸爸退休 妈妈辞掉工作 全心照顾 所以他宁愿多受苦 也不想增加家里的经济压力 他讲真的他很小熟 他也很节俭 目前这样子我们都没办法开园 我只能节留 得知他们的困境 慈激之工暖心关怀 台中慈激医院院长 检手信更到周先生病床边 为他治疗伤口 陆里湾肌的人 竟然会跑到我们小小家庭来 内心感到很骄傲 很高兴 分享他 以前我照顾过很多 脊椎神伤病人的状况 去鼓励他 抚慰苦痛 医护人员和志工共同努力 有信心周先生和家人 一定会越来越好 大爱新闻过年 欧阳光辉 李荣浩台中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